同辈猿猴无针 这宝剑的劲儿也太大点了 这一宝剑下去 连人头 带锤头 带马头 这撒脑的一箭全给烧起来 铁豹发的尸身沾于马下 冤兵就一阵大乱 可了不得 殿下阵亡的这老头太厉害 有些军兵四散奔逃 有些当兵的还不服劲 让这人多势众 打算把老头给围起来 我这一看这个时候 不露了两下是不行了 和双脚落地搬眼一瞪 用手指着这些冤兵 呆 儿等就要猖狂 骂掉仨也 你们的脑子硬 有没有卢高桥 这些狮子硬 儿等来看 老人家说完了 卖大步来到卢高桥 狼杆这块 因为那个狼杆呢 上头都是雕刻的小石头狮子 大小不等 哎 磕的是栩栩如生啊 乌真显露了一首决意 单手提剑 把正手举起来 欲用大口添刚气 这叫气功 使得这个掌法叫铁沙场 对着一个狮子的脑袋 他喊了一声 雷 啪 把石头狮子的脑袋 就删去扮他 这些冤兵一看 哎 快了不得了 脑袋没有这石头呀 这一下子全给震住 那时候那手咬那么硬 咬 这气功可了不得 这是我们祖国无数的精华 你没看过那硬气功表演吗 什么软气功 硬气功 要练到炉火村庆的地步 确实能打到这种程度 元兵这一范不要紧 老头掩望天下的橘子 就喊 各位 你们还看着什么 还不逃跑等待 何时 但是 但是吴珍又一想 刘伯温先生跟我说了 叫我在这地方 跟未来的民主朱元璋会面 这么多的人 谁知哪个是朱元璋 我怎么个找法 这时候橘子跟潮水一样 纷纷催马 冲过路沟桥 在混乱之中 这吴珍也没见着朱元璋 但是老头多了个歇眼 飞身上驴 对着人群的喊一声 明主 陈吴珍 就家聊 这话说的很多人都糊涂了 因为这老头是疯子 谁是明主啊 你就什么家呀 哎 不过这个时候 没人多想 朱元璋可也听见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他指谁说的 安协吴珍 回京西藏心店 咱们不提 单表这些举子 冲过路沟桥 赶奔梁祥县 大尊逃命 这个路线是 飞过梁江县不可 在前文书再说了 第一个 闯过路沟桥的 就是 还原黑太岁 吴壮远 长玉春 大战阿丁铁包花 他先跑过去了 那么长玉春 现在干什么呢 在什么地方 长玉也可 贪了事 说书的一张嘴 表不了两家的事 安协这些举子 怎么逃跑 咱不说 单说长玉也 自从他 闯过路沟桥 认为逃出了湖口 没事了 但是回头一看 卵石山的弟兄 全没养了 六爷心里一阵难过 弟兄们 匆忙忙凑在一起 两个心里话 还没来得及说呢 又分散了 有心等着 这地方不行 不能等 他催马赶奔良心 刚来到县北 喝坏 就听见这炮 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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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鼓如雷是扶兵士气 整个把长玉春给截住 到了现在 长玉也 人困麻烦 一点战斗力都没了 但是长玉春不愧为是一员五员 听见鼓炮的声音 当时的精神头就上了 人 把马带住停 噪音将定睛小看 你看对面的援兵可太多了 兵如兵山 降如降海 大气漂白 在面前 闪出几百元 北猛的上将 什么金盔金甲 铜盔铜甲 铁盔铁甲 银盔银甲 什么样的都有 在正中央秀气高调 长玉春一眼就看出来了 在起脚之下 正是四宝大将 驼驼太师 老托托不是在五颗厂呢吗 早就跑到梁襄来了 这里边有个元金 因为他跟元顺帝这些人合计的 定下十条绝乎地 又打五颗厂 一直埋伏着梁襄线 也可以这么说 梁襄线是最后一道方线 打算把举子们全都一网打尽 一条绝乎地不行 还有第二条 在他们想法之中 怎么的你们也跑不了 没想到在五颗厂之中 地雷也没响 火箭也没放出来 南门那大炮还开了后堵了 长玉春利托千金杂 救出这些举子 这些绝无忌都白费了 老托托火望上壮 在元顺帝的面前领了一道旨意 绕路赶奔梁襄线 他认为在梁襄线 我领兵在这躺着 一个也过不去 也巧了 托托刚到 长玉春也到了 因此两个人这才见面 六颜一看着 托托在这 只恨得胳膊疯咬碎钢压 心功暗响你们可够毒的 假功名假富贵 让我们这些人上当了 今天我跟你拼了 六颜催马腰枪 要战老托托 托托直到长玉春烈 因为在五颗厂 让他亲眼得见 心说这个活跃黑太岁 这小子多大的能耐 多大的力气啊 压盖五颗长 跨下马掌中将神出鬼没 果然是一员虎靖 老头有心拍马晃刀 大战长玉春 在他的身边背后 有人哇哇爆叫 是他手下的四员大将 外号人称四大王 金头王 银头王 铜头王 铁头王 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北蒙人 平日里头吃的也好 喝的也好 也练了一些硬弓 练的是腰锤灌柄 铁齿排泪 莲花皮灌脏 什么铜沙掌铁沙掌 冷顿子鞠铁锁 全都练 说那脑子像金银铜铁 那么硬 所以封为四大王 每人掌中都是一条 溜金大树 力往硕尘 这四个小子过来 太师 杀鸡烟用宰妞刀 有事末将 斯奇劳 你交给我们吧 老脱脱一想也行 这四个人这么大的能为 难道还战胜不过 尝与春吗 想着这点头殃云 再看金头王 双脚点凳 爬望天吹 双手轮动 这条大弱 信长的你别过去了 不容分数是揉头就砸 到了现在 长六爷爷 也无话可说了 说什么 爸爸 我把你赢了 我就能活命 赢不了你 就是个死 这人感情要有气 再累 它也不累了 别看长雨春 一天没吃东西 一口水没喝 今天是玩命的时候 把可喝就忘了 掌公换霸铁枪 揭驾相闻 二人就站在一处 二马探餐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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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一盒大枪一扯 直接奔金头王的前心就扎来了 金头王想躲 但是来不及了 打仗讲究这手机眼快 他一看枪到了 刚刚 藏玉春这劲儿也大点 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 在前心扎进去 后心的枪奸子就出来 藏玉春把后把压签把一翻 把金头王给挑起来 挑到半圈空中 烟羊把一甩 把金头王的扶持 拴于马下 独通 就这一下子冤兵全吓坏了 哎 这长一春真厉害 真厉害 就一阵大乱 单说严头王 一看自己的大哥死的太惨了 这小子哭着就出来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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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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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在天之灵别散,你等着兄弟跟你一块儿去了,说到这儿一想说错,我跟他说不去,我去干什么去。 可在这轮盘精灵大肃,搂头变砸,跟常六爷站在一起,常与春也就十几个照面,哗,把大江交到左手,盼榜被藏着了,拽出十八街紫金鞭,这条千里加鞭,使那个秋风扫败叶,涮手就底下, 正打在银头王后脑海上,啪,就是大小,咱们不说,把脑袋给皱眉了,实施摔于马下,铜头王铁头王,二马鸡飞,困住常六爷,没想着常与春,手剑快,看榜被深虎爪,噴, 把这铜头王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走马活鞋,铁头王一看不好,刚往上一冲,常与春一看,雀泥亮灯,把铜头王给扔出来,找你的弟兄去,这扔得多好,铜头王的脑子正碰着铁头王的脑子上,噴, 啊,脸儿全撞死了,原兵原将,你看,吓得是昏飞破散,这常与春有多练, 单说四跑大将,图图,哎哟,信长的这劲儿有的是啊,就是我亲自出马,也未必能赢得了他, 哎,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再看他在中军官的手里头,拿过一杆小黄旗来,把小黄旗晃晃晃晃,摇三摇,发现军令,就见原兵原将往所有一番怒, 哦,原兵这一闪开,把长六爷也闹愣了,心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把道路闪开了,难道说叫我逃命,不,原人没那么的好心眼,但这为什么呢, 常有从正然发愣,耳朵中就听见,呸,动山摇,在原兵这个队伍里面, 这是什么,六爷闪虎目一看,把他吓了一跳,那了半天呢,在原兵的队伍之中,出现了不少撇花车, 那又说那铁花车是什么呢,这玩意也叫铁叉车,它这个形状,就好像现在呢,油轨电车那样呀,也好像火车那车皮一截一截的,不过没那么大,高了下,也在七尺左右, 尝了一下,一战五六,一截一截的,有挂钩连着,那时候也没有汽油,也没什么原油,全只这马拉着, 四面连饼盖,全都是铁板焊成的,这马都在里边,你砍砍不着,打打不着,全有铁板护着, 如果车头跟车尾喀巴着一盒子一块,挂钩挂上,就是个圆圈,把这人能困在里边,所以给它起个名叫插车阵,也叫车工阵, 不管你多高的上将,要困在里边,飞你也飞不出来,另外铁刹车上有戒严,人家把铁门打开,在里面开弓放箭, 在那古代的时候,就这一种阵法,那就够厉害的,这就是泰斯托托医生的心血研究出来的, 这种铁刹车,专门对付有名的上将,和少数的军兵,一般是他不使用的, 今天一看,常与春太厉害,所以他把黄膝一晃,这才使用插车刃, 常与春不懂啊,他就发现出这东西黑乎乎的,什么玩意,这栋山摇的,底下都有铁骨, 围着他身边一转,常与春正然发愣,没想到人家车头跟车尾碰在一块, 底下的挂钩自动连起来,咔咔咔咔一声, 把常与春是困在正宫, 援兵援将望上一闯,在插车阵的外围啊, 老驼驼立马在高坡之上,用宝刀点指, 常与春啊,常与春啊,常与春, 现在你已经身逢绝地了,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老妇研制的插车阵, 而路进插翅南飞了, 常与春, 别看你是国家的反叛, 老妇爱惜你是个人才, 如果能发愣扔枪, 下马投降, 福保我赌当今天子, 元顺帝, 那么老妇喝出这条老命不要, 在天子面前苦苦哀愁, 保语你高官得作, 俊马得起, 封王封侯, 如果你不识事物, 还要耍横, 哈哈哈哈, 老妇只要一身令下, 把你射成刺猬, 你想怎么办, 就在这么时候, 没几个那铁叉车,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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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铁门全打开, 里面埋伏那些冤兵, 把弓箭, 全都摆在窗户眼上, 这全是戒眼, 四外全对准, 一个目标就对准张一春, 我说你看见没, 你敢压根半字说个不字, 马上我就开工放箭, 张一春是什么人, 那是从达铁路的汉子, 六爷就是跑出生气, 没有别的话可说的, 再看张一春咬碎钢牙, 用大枪一指脱脱, 下压呸, 老皮肤, 俺姓长的宁愿站着死, 不愿跪着活, 乐爷放箭, 你贪粮就放吧, 爷爷卖给你了, 要好啊, 放箭, 他这一传令, 就听见三声帮子响, 双方咱要展开一场血战, 晚安, 된这一件事, 抓这个帮子, 麻烦里面,